聰明朋友們好消息來了 第九王金線LINE官方帳號 即將突破十萬人 歡迎一起來挑戰小知識 天天抽汽車桌邊好禮 現在就拿起手機 掃描下方QR Code 加入LINE好友 把握最新汽車資訊 還有機會把iPhone帶回家 好 谢谢朋友大家好 我是傑德森 那我們飛得快整整一天呢 我們來到米歇林全球總部 在法國克萊蒙費朗的博物館 首先映入眼裡的 帶著望遠鏡的BB燈寶寶之外呢 還有就是這個 長超過四米的全球最大輪胎 那我們就來看看米歇林博物館 究竟有哪些特別之處吧 Let's go 好 現在我們在那個 米歇林博物館的大廳 然後眼前這輛火車呢 搭載橡膠輪胎火車 然後這輛車本人 曾經出口到馬達加斯加 後來又被運回法國 然後在火車上面呢 欸 只是剛我們剛出 克萊蒙費朗機場 可以看到那台BM14吧 就是模型機一樣 那是當初米歇林兄弟 在1912年法國政府 當時幫他研發空軍的飛機台 米歇林就是無意不語 然後旁邊呢 還有包一個這個 FAMILA 1賽車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地底燈呢 是一百多年以前最早 發生在AIRSAN運行運動俱樂部的版本 好的 大家呢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現代輪胎的雛行 那大家只要在馬車時代 都是飛服裝路面嘛 那當時有一個 AIRSAN運行運動俱樂部的 有人從事化學業 然後他把橡膠放在輪胎上 欸 不能說輪胎 對於木製的輪子上 然後呢 大幅提升了這個行車的舒適性 那當初隨著他的揮音啊 來到了法國克蘭門這個地方 那輪轉呢 就是變成我們現在 米其林家族的創始人的身上 但是呢 大家其實知道 輪胎的發明人不是米其林 而是現在另外一個很知名人 的輪胎廠 叫做登陸普 那登陸普當時是怎麼發明輪胎的呢 那據說啦 他是把水管黏在他的 這個木製的輪子上 那就是陷在第一條輪胎的樣子 不過呢 當初這種輪胎啊 因為是以澆水黏合的方式來進行 那回修就這樣更換 可能花上15小時或是更久 所以呢 米其林的攻擊在哪裡 當然就是發明了 世界上第一款可參賽的輪胎 就是我們眼前的這輛 就是當初贏得比賽的自行車 那贏得比賽為什麼那麼厲害呢 因為 大家當初都是用登陸普式的 就是黏合式的輪胎 但是米其林的輪胎 大家可以更換 讓它性能更有益 那這也是米其林 歷史上贏得的第一場比賽 那就是開啟米其林輝煌的這個輪胎傳奇 然後這次還 雪鐵龍 隱形又是戴姆樂 出展的 最後呢 米其林創辦的愛德華兄弟黨 就決定親自駕車 從巴黎開到波爾多 那現在感覺 這個距離沒什麼 可是對於汽車史上 就是一個蠻重大的創舉 米其林除了製造輪胎 其實它一開始也有做各種動力積蓄的喔 那就像我們一開始看到那個超大飛機之外啊 那以前呢這個就是BM14 米其林飛機 那米其林為了製造飛機 渲氧飛機性能 那還打造了一系列飛行挑戰賽 那當然之後啊 米其林就藉著打造飛機的經驗呢 開始也涉及了運輸業 打造這個火車 只不過呢 當初火車因為技術上的限制 米其林就決定了 從汽車的車頭 結合了列車的車身 來打造去統治非洲的汽車火車 當初為了減輕負擔 他們直接採用橡膠輪來做這個火車車輪 但為了行駛在鋼軌上啊 那為了防空軌 特別設計一個凸起物 大家有沒有發現 火車上的不是 老師來自的歡慶旅程 就是一個 欸 有點可愛的BB燈寶寶呢 那這個是米星 推出各種 像爐子啊 嬰兒車啊 欸 拓真駕駛的BB燈寶寶 那眼前這個關卡呢 是米星當時為了宣傳他的輪胎 到底還不太厲害 今天他直接打一個馬車用的輪胎 跟你看眼前這個汽車用的 充氣式輪胎來做對比 那星星都死掉了 你看他 孔哥 然後就是YouTube的超認真少年 欸你們看喔 欸 兩車的乘客 跟他們的跳動舒適性 真的差別很大 好的 欸 那我們展覽看到一半 那我們現在從一個 身後巨大的米其林寶寶走出來 好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 BB燈叫BB燈嗎 來我們請到這個 知名YouTuber 超認真少年 這個我剛好有學過 我剛好有學過 BB燈這個拉丁儀器的意思 BB燈就是唱癮 為什麼是唱癮 唱癮就是 他以前在當時 那個米其林輪胎 中間這個大寶王 有一個他的形象 他就是可以把各種輪胎 各種釘子玻璃 一些有的沒有的 會讓人家消氣的東西 把它吞下去 就是大家就是唱癮的時間 然後大家來吃 所以旁邊兩個消氣 你看兩個是誰 兩個是誰 那個登陸補跟馬牌 請打馬 當年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他們可以這樣做 一百多年前可以不變行銷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重點是他們一百多年 如今還是依然在競爭著 這了不起 就像是跟那個賓士跟寶馬一樣 感謝你這一百年來的陪伴 俄羅斯娃娃跟Tanga 要怎麼樣分辨 這個很簡單 怎麼樣分辨 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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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像都沒有動 死心 這是二樓索馬 不是Tanga 下面如果有一個小小的動 那就只能跟日本聯名 Tanga 世界上的第一本米其林指南 最初一本的指南 就在他手裡 好 既然講到米其林 最重要的 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米其林指南 這個啊 這是EDITION 1900 就是最一開始的版本 那據說目前 這個翻到克萊蒙飛行 米其林總部 守在地 前兩頁的飯店呢 他還在他原本的位置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的 1939年版呢 是當初為了二戰啊 米其林發給 在諾曼地大登陸的美軍 給他們一個指引 非常特別 但我們現在身後的這輛呢 非常特別 我覺得是這次米其林博物館裡面 最特別的一台 那他其實像學鐵龍DS 但大家看到他的輪子 咦 足足有十個 而且他最特別的是 看他後面有兩個引擎 兩個來自雪佛蘭的V8引擎 但是總計呢 大概400匹馬力 然後呢 這輛車 車中久 對 其實啊 最好就是為了 測試這個卡車胎 沒有錯 這個車輛中間還是有一個輪胎 這輛改裝的學鐵龍DS 最快可以跑到200公里 那 因為不太可能 像卡車跑那麼快嘛 但因為 測試啊 一些研發 性能跟安全面向的需求 所以他特別達到這台 重達9段 還有兩個引擎的 這個 改裝DS 那個人覺得非常漂亮啦 長得有點像是 攻進去裡面的 龍貓公車嗎 看了那麼多種不同輪胎 大家會好奇 輪胎怎麼做的嗎 那首先呢 其實輪胎的製造啊 它就是 一層橡膠一層編織 這種 層層跌跌複合的工藝的產品 然後 對應胎壁的不同結構 有個三角膠 然後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附向更多層的 編織層跟橡膠層 最後呢 再讓這個輪補 把它中間比起來 有沒有看到 從旁邊兩邊高中間扁 然後補起來 就變成胎面 然後胎面之後呢 我們看到突起來這邊 就是所謂的編織層 紡織層 就是輪胎的強度來源 在墊上一層就是 強度也比較夠的 一個胎面的胎膠配方 但是呢 這個時候的啊 輪胎 還是沒有流化過的生胎 還是整個非常的軟 最後呢 它經過這個機器流化 手塵 跟刻上胎紋之後呢 就是我們這個橡膠本人啊 就是我們的輪胎本人 那米其林工程師 剛剛有特別跟我們分享到 米其林所有的模具 他們都是會保留的 保留最久的模具 大概有100多年以上歷史 逛完整個米其林博物館 對不對 從最一開始輪胎起源 到你看最新這個 2050年的願景 還有甚至上 外太空的胎 對 我想問這個資深賽車手 跟那個熱血操控代表的童哥 有什麼 逛完有什麼感想這樣 我覺得米其林真的是太厲害了 超過100年的歷史 然後呢 它還是始終如一 它真的就是想要讓 所有的駕駛呢 可以更安全 然後更環保的 旅行 這個小鎮 居然是有非常多的歷史 那我們現在終於來到 我們就是米其林的全球總部 在法國克萊蒙費朗 也就是我們之前逛 米其林博物館附近的地方 那它本來 米其林的第一條產線 工廠也是在這邊 那當然因為規模 越發展越來越大 那產線現在也有外移 但這邊呢 確實還是這個 米其林總部員工辦公的地方 據他們員工跟我們分享啦 就是新蓋的一個綠建築的部分 Hello again My name is Marjorie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here at the Greenhouse 現在來到這個溫室裡面 那這是當初 米其林創辦人之一的曾孫啦 他在1999年的時候建立 希望把這個原始的環境複合過來 而且你看我們地下啊 地下啊 也是運來有 腹植植土 跟克蘭門克蘭高地的火山 也來結合 大概有五公尺深的土壤 像我們眼前的這一棵 大概是四十年樹林 那都是從非洲引進來的橡椒樹 然後在旁邊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當初這些 從橡椒樹上採集橡椒的工具 那生產箱這邊要是把樹皮刮開 然後裡面的汁液 來到這個桶子裡面收集起來 然後這就是橡椒的原料 這是橡椒 天然橡椒本源 蒜過的橡椒 比較不會抽 還醜嗎 它不醜 它說 真的很軟喔 軟Q喔 但又很紮實 這個顏色是煙燻過的 讓它味道不會那麼醜 這些是植物 它在樹的這個果樹 就像一個小櫻桃一樣 然後打開裡面就是 咖啡豆 在米其林博物館 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 這個米其林它的一個歷史 關於輪胎發展的早期歷史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看 米其林創新部分 所以這也是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米其林創新研發中心 這個歐洲 甚至全球最大 光舊米其林來說 有四千個工作人員在裡面 工作研發中心的最大的原因 那可以說1950年之前的米其林 它的所謂的創新研發 都圍繞在出行出泳 這個事情上面 但在1950年之後呢 以前所做的所有的創新研發 基本上就是圍繞在輪胎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免瘡器是重車用的輪胎 這是一個Earthmover 大概是礦場搬運機的超巨型輪胎 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叫做 農機用的胎款 米其林大家都知道輪胎輪胎 所謂就是大家品嘗一般的消費性換胎 但其實啊 就以這個我們眼前看到這個 Earthmover的輪胎來說 它賣的是一個使用的里程 那這是一個解決方案 那再來看到農機 這個農機胎上面叫做E4B 那它賣的是一個服務 那它的服務是在哪方面呢 第一個它這是一個內建 調節胎壓器的車款 我們一般所謂農機 可能會從一般道路開到 農地或需要工作的農田裡面 在這種路面上啊 它可能需要就是 一個比較高強度的胎壓 你用雙雙拍面 然後接觸地面 減少耗費或是碳排放 但一到了農地裡面 就跟越野開的 需要降胎壓的邏輯一樣 它也需要把胎壓降低 然後呢增加它的接觸面積 才可以在比較生軟的土地上面工作 這方面啊 你可以看到米其林提供的 不只是一個輪胎 它提供是一個解決方案 就像是卡車胎領域上 它可能可以保證它的消費者說 我這個輪胎使用里程是 一百萬公里 它怎麼達到呢 那米其林它可以確保說 它的胎面可以先重建 重新鋪 重新刻畫胎紋 胎面可以翻新個三到四次 來達成永續 跟他們客戶 確保使用里程的目的 你先看飛機胎呢 新胎整年的使用量 它可以承受的起降 大概是四五百次 不過呢 工廠方面可以做 飛機胎面的更新 那每更新一次呢 就可以獲得 四百四到五百次的輪胎 一個飛機胎 大概可以重做十次胎面以上 那當然最大贏價 還是永續環保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Fission可能2050 它使用大量的回收材質 還有已經在市面上跑的 無充器輪胎 使用了3D練印技術 那接下來也是米其林要 已經在不管是現有的輪胎 還是已經積極在發展的 環保回收技術 那這些都是展現了米其林在一個 持續創新跟未來的院子 好的 那我們現在在米其林特萊蒙費朗的 這個測試中心 有四台 台灣沒有銷售的1208 是的是電動板 然後呢 我們會搭配一個 不知名的米其林輪胎 跟未知的競品輪胎 競品的輪胎在這邊 必須說 關於米其林輪胎本身跟競品 它都把這個胎面的標示拿掉了 但有全新胎 現在也有胎紋磨到只剩1.6m的版本 就是舊胎 跟我們來比較舊胎 它的濕地沙挺性能 看到舊胎也是磨得非常之光 那這個是米其林的舊胎 那接下來是競品的舊胎 好 我們確保有全新胎的表現 還在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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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舊胎方面呢 競爭對手的舊胎準備進入 我們剛剛已經其實看到了 米其林新胎跟競品新胎 甚至是米其林舊胎 跟競品舊胎的 煞車距離比較 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這個 煞車距離 你看在新胎方面 其實相距非常之近 但是你看 米其林舊胎跟米其林新胎之間 其實這個沙挺距離就不算短 但你可以看到差異更大的 就是這個 競品的舊胎方面 雖然我們現在是廣角 但有沒有大家看到這個距離 非常之遠 米其林的胎款 這個表現非常優異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起司 告訴我們 其實拆面磨耗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要乖乖換輪胎 這個行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我們現在終於撞上了這個 iPhone M50 然後搭載PS4 這是我們今天的 剛為我們示範 實際上的車手 這區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非常特別 它是專門為了電動車設計的 一個 準備場域吧 0-100kph OK OK 放下你的頭 放下你的頭 在前面 OK 想想想 看這個工作 它的鋼 當它遇到這種 操縱 分別 開設 而只有汽车做工具 所以现在你明白 什么是工具的汽车 我们会做这个測量的測量 在冰冷温的測量 它的名字是《DUK》 你能看到上的画面 是这个形状的測量 我们将到最后的线线 1公斤 1公斤的測量在整个測量 你還好嗎 耶 酷 酷酷酷 所以剛剛160進彎 然後即將到100公里 然後甩進來 i4 M50這個跟PS5的這個 水上甩為之旅就 好 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2024購車風向球大調查 台灣有四成六的人擁有汽車 你知道台灣人平均花多少錢買車嗎 地球王金線攜手TVBS民調中心 推出2024購車風向球報導 有完整消費習慣分析 還有購車攻略 電動車第一手資訊 看民調還有汽車品牌好禮可以拿 你還在等什麼 趕快上地球王金線網站 看購車風向球 地球王金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你真是樹立效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我們到現在找的東西要選擇 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友們 地球王金線010一起上線 對 現在是選擇嗎